这是南北两大霸主级人物的第三次会面 商量七星楼和九色奇异和之事 同时也是端木齐父子的表演时刻 他们要利用隐藏的父子关系 暗算秦百川这个江南霸主 端木齐率先提出与七星楼休战三年 作为条件他会把楚江南交给秦百川处置 秦百川早就怀疑这件事不简单 他虽然口头上答应了端木齐 眼神却一直在观察楚江南 竟然惊奇地发现 楚江南和端木齐格外地相似 秦百川提前觉察出端木齐的阴谋 将计就计重伤了楚江南 让端木齐偷击不成十八米 端木齐承认了和楚江南的父子关系 并解释之前的端木俊 只是他掩人耳目的皇子 秦百川文言也不得不佩服端木齐 竟然让自己的儿子混入七星楼 的确有过人的胆识和谋划 只可惜其差一招被他看出了破绽 秦百川 今天你虽然赢了 但是不代表你能杀了我们父子俩 走 春风 在取得绝对上风的情况下 秦百川再次放过了端木齐父子 这让乔春府的心中很是不解 秦百川没有过多解释 三言两语将乔春府打发离去 谁知乔春府刚刚离开大殿 秦百川便捂住胸口面露痛苦之色 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这也是他不追击端木齐的真正原因 画面一转 端木齐用出森罗万象便 经过数个时辰的治疗 终于替楚江南稳住了伤势 楚江南要想恢复全身功力 必须要等到一个月后 可令楚江南感到奇怪的是 秦百川打他的这一掌 只用出了五成的功力 否则他早就已经命丧当场 到秦百川目前的实力 为什么不长胜追击 有个可能 秦百川的伤根本没有好 我记得秦百川说过 多破是无药可救 但是也不是无药可救 不过这可能是个谎言 照你的意思是 他不是手下留情 而是有心无力 要是这样 现在就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端木齐和楚江南不愧是父子 两人都太过小心谨慎 楚江南因为不敢追击秦百川 导致秦百川卷土重来 让他吞并七星楼的计划失败 端木齐犯了同样的错误 非要等楚江南身体康复 再去谋划对付秦百川 让秦百川有了时间治疗内伤 错过了杀死秦百川的最佳时机 时间来到两天后 秦百川伤势发作被乔春府看见 之前乔春府就隐隐有些猜测 如今更是确定了这个坏消息 为了治疗秦百川的内伤 乔春府找来了三大神医 大张旗鼓地为秦百川疗伤 楚江南得知这个消息 认为秦百川是故意为之 建议端木齐立刻攻打七星楼 许则实 实则虚之 他怎么做 可能是个陷阱 生性多疑的端木齐没有绝对的把握 还是不敢与秦百川一绝雌雄 再次拒绝了楚江南的提议 随后端木齐回到闭关的密室 拿出了森罗万象变的秘笈 秘笈有着八个大字 念成死级天下无敌 这便是无极之上的境界 天下无敌的死级神功 不久之后楚江南走了进来 认为不能继续等待下去 不如孤注一掷碰碰运气 端木齐也需要下定某种决心 拿出了一枚铜钱要看看天鹰 如果是阴面 我们就去七星楼 阴面 天 既然天鹰也决定是阴 就一定会赢 楚江南再次拿起铜钱抛了出去 铜钱落在毛毯之上 结果同样是阴面 端木齐见两次都是阴面 认为是天鹰如此 极客动身离开了九色齐 不过他不是前去攻打七星楼 而是带着楚江南向西南方向前进 来到了至刚至阳的火焰洞 他要在此闭关七天七夜 修炼森罗万象变的最后一层死级神功 只要炼成了死级神功 区区一个秦百川根本不足为虑 我已经炼成死级神功 天下无敌 这个天下很快就是我们父子俩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